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姐 请看所有的疑惑 就在昨天11月11号 小姐是成功下载了Pudget New State 就让我感到最意外的就是 商店写着11月12号才能下载 可是Pudget New State的效率挺快的 安卓可以安装后的几个小时 苹果去年的安装了 二话不说我们再上线 一上线呢直接看油箱 毕竟呢只要一上线就能领取跑车的皮肤 不过呢因为服务器瘫痪 所以呢就领不了 不过不用担心 我们先开一局 属实说是挺好看的 就连出生岛的画面呢也是挺好看的 不过这个地图呢是我从未见过的地图 我的天竟然还有巴士车呢 二话不说赶紧下去捡枪 听听看枪声是怎么样的 死取物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试一下打架人 我的天我竟然找不到开进了剑 我这偷袭差点就要被他给反杀了呀 打完药呢近点韩笑语呢 突然有个搜索医 我必须把他给打倒先 先上个子弹 不过呢不要补他 我们把他扶起来 把他扶起来了 岂不是没姿姿吗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忍多欺负忍少呀 把他给扶起来之后呢 我们一次计算人数会增加 不过他成功了成为我们第五名的队友 这属丝挺好玩的呀 从来没有见过第五号 我也想坐地铁 我要上去看看 诶 真离谱了 这是我玩卡还是啥呀 那上了不追了前面不就有车吗 我们来试一下用车来撞个人机 试一下能不能把人机给扶起来 眼镜为正 这人只能移到他身边 他自动淘汰 不用开枪 他也能自动死 我甚至还发现一个特别离谱的事 居然人机的衣服比我们还好看 这怎么忍呀 我们现在开这些队了 你觉得这喇叭声音也不一样 我亲爱的乘客 你们一道站 停下车吧 嘿嘿嘿嘿 五号五号 别睡了 停下车 哦 我开车门了 不好意思 来来来 公主殿下 停下车 不如下五号你配合我点呀 你跑啥跑呢 我还发现一个好玩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问你们这个牛不牛 竟然鼓掌还带着声音 太真实了吧 这后平心都做不到呢 不过呢 到最后呢 跟敌人对枪 然后最后我队友撑倒了 不是四号 你以为你爬着 别人看不见你啊 别爬那 一会你就倒了 哎 都让你别爬那了 那没掩体呀 这一直过程秀人 结果敌人都满过来了 这估计也笑凉凉了 哎 只能说 这吊子吊得挺厉害的 挺卡的呀 哎 不过呢 这个只是第一天玩 我相信呢 这个pug new state会越来越好 毕竟这个游戏才上线第一天 不过不得不说最良心的就是我退出来之后呢 这个邮箱的车我已经打了 二话不说 我们去来看一下这个车 苏诗说 我觉得挺良心的呀 按照这个车的设计呢 在好平经理这辆车 打底都要一千才能出 突然觉得我好平经理的特斯拉感觉不好看了 这个真的真好看了 还能发光了 当然这辆车呢 还剩今天明天都能领取 小可爱们记得快吃领取哦 记得是在邮箱里边 完了几句之后呢 初线给出个人的看法 属实说这个Podge Newstate真的挺好玩的 无论是在设计上还是画质上呢 更还原了原汁原味的端油版吃鸡 可是因为第一天太多人玩了 所以服务器呢难免都会瘫痪 所以导致呢会有点掉症的情况 不过不得不说呢 说我们一人一辆跑成了 那是绝对太nice了 总结来说呢 我觉得Podge Newstate 还算是一款挺良心挺有趣的游戏 不过这款游戏呢 难免都会有一点的服务器问题 毕竟才甘心上线 大家就耐心和等待吧 毕竟好的东西是值得大家等待的 当然大家对此有什么意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抓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关注小姐 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